今天带大家找一下大表哥2中真正的幽灵女鬼 刚才看到的就是幽灵的最终形态 此视频一点都不恐怖 可放心观看 地点还是咱们熟悉的蓝水沼泽 但是时间点卡的比较特殊 必须是晚9点到凌晨3点的午天才能出发 并且周围不能有任何随机时间 不然女鬼不会现身 所以在找女鬼之前 建议把周围的夜行人人我都做掉 以免发生意外 女鬼需多次出发 第一次只能出发对话 幽灵不会现身 从第三次开始 只要是几数次 幽灵都会现身 话说死后还能以鬼魂的形式回归 一定有很强的执念吧 阿格尼夫人也一样 她悲惨的遭遇是她丈夫造成的 只要仔细听她说话 很明显能察觉到她情绪的变化 从一开始的思念丈夫 恳求丈夫回来 慢慢地演变成责备丈夫 质问她为什么抛弃自己 中途也不忘表达对她的爱意 再后来 夫人的父母对丈夫起了杀心 情绪一度失控 父亲举枪相向 夫人极力劝阻 至此 生前的部分已经结束 幽灵最后一个阶段 是留给玩家的 夫人突然开始和主角对话 就邀请你和他一起上吊自杀 夫人上吊后呢 我们的马也受惊了 突然不受控制 把我甩了下来 来到她上吊的树下 你会发现 找不到任何阿根尼夫人的尸骨 取而代之的是一朵仙女兰花 直到故事结尾 夫人依然深爱着 她那不争气的丈夫 想问屏幕前的你们 有没有从中获得一些启发呢 嘿嘿 我有 那就是千万不要当舔狗 阿根尼的墓地 就在第四章 找到营地的右侧 和其他人相比 夫人的墓碑非常明显 并且她去世的时候只有19岁 你说她这么年轻 干嘛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呢 哎 我说的树不是她上吊的树啊 我说的是她丈夫啊 故事到最后也没交代 她丈夫到底死没死 故事归故事 但千万不要忘记讲故事的人 而新的细节就在于 将平凡的故事 合理地穿插到游戏中 感应一种耐人玄位的感讲 是不是屏幕前的你们 瞬间明白了 这120G的容量都大在哪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记得三连 咱们下期见 请不及到这份试图 number flu